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左边茶水间第132集 在今天的节目里呢 我会跟你分享我在2020年读过的所有书中最推荐的前五名 这些书的领域都跟自我成长创业还有商业思维相关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也会跟你分享一个惊喜的彩蛋消息 不过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要先跟你介绍我们今天的节目sponsor博客来 博客来的2021黄金月会在1月4号正式展开 各式各样的书种和百货都下杀三折起 尤其是在1月5号线上国际书展会开跑 到时候呢会集结更多好书还有好物的优惠 如果呢你是博客来的会员 每个月的7号会是博客来的会员日 那在这个1月呢会员日会加码变成两天 也就是从1月7号到1月8号 你在全馆结账单笔满一千元都可以直接再享有88折优惠 而博客来也知道我们的听众都非常爱读书爱学习 因此呢博客来也特别提供 左边茶水间的听众专属的折价券 全馆不限商品只要满599就可以直接限折50元 那这个折价呢是限量而且限时的优惠活动 使用期限呢只到1月底限量两千份 折扣连结呢我一样会放在这一集的原文网站里面 那博客来这次也特别设立了左边茶水间的书单专属 所以呢我今天所介绍的书都会集结在这个左边茶水间的书单专属里面 连结一样会放在原文的文字稿里 记得要先去领取折价券再去逛书店哦 现在呢我一样来阅读今天的听众留言 今天的听众是Karen New她在2020的1月5号留说 喜欢Zoe用心的分享 在1月1日发现你的podcast就忍不住听下去了 现在很喜欢在起床还有睡前听Zoe的podcast 每天都能够跟着Zoe重新校正在处罚 谢谢Zoe用心很真肯的分享 期待你接下来的分享 也谢谢Karen的回馈 如果说呢你对左边茶水间有任何的看法 有任何的意见 我都想要麻烦你帮我呢到iTunes Store上面打新评分 并且留言 也请你订阅这个节目 然后花一点时间把这个节目分享给身边 你认为会有需要的人以及很重要的朋友 那今天的内容呢 我一样有录制了一个YouTube的版本 如果说你想要看影片版的话 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搜寻左边茶水间 如果说呢你想要阅读文字版本 看到比较详细的书单内容 你也可以直接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 改变人生的必读好书 准备好了吗 Let's do it Hello 我是Zoe 欢迎你回到茶水间 新年快乐 恭喜你来到左边茶水间2021年的第一集节目 我觉得身为知识型创作者的其中一个红利 就是出版社会一直寄书给你看 并且会邀请你分享你喜欢的书籍 所以我在2019到2020年算是真的读了非常多本很棒的好书 那今天呢我就会严选出我在2020读过最棒的五本 那这五本呢并没有顺序之分 五本都一样棒 而且他们都真真实实的改变了我现在的人生 希望呢他们一样也带给你一些启发 那我们就从第一本开始咯 第一本要介绍的是 与成功有约高向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这本其实不是新书 事实上它已经上市超过30年的时间 并且呢它在2020是有推出一本30周年的修订版本 所以我是读了那个30周年的修订版本 想一想 一本书如果能够缠连30年持续在榜上不断的销售 一定有它的道理在 如果你对人生规划或者是获得一个理想的生活 这个主题特别感兴趣 我认为这是一本一定要读的书 那你可能在想说 可是这本书好像也只是在谈习惯 它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我觉得这本书最特别的部分就是作者本身 作者的观点 它的魅力 还有它的经历 因为我自己认为成功人士的习惯 其实这个主题谁都可以写 例如说比尔盖茨欧巴马 他可能都可以出类似的著作 可是因为作者史蒂芬科威 他一直有在人类潜能开发的这个领域做研究 所以他分享出来的故事跟观点都特别的到位 而且特别有说服力 书中有七个习惯嘛 那我自己是觉得我们这七个习惯可以用331的方式来做分类 书中的前三个习惯是关于你个人内在的习惯 一些思维跟态度 那456呢 则是你个人对外的习惯 包含你身边的环境跟人的互动 要怎么样去交流的一些心态 那第七个呢 就是循环重复所有前面所说到的六个习惯的方式 那我觉得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其实就在于它是这么的重要 你一定也很常听到这些观念 它都不是新观念 却有很少人真的能够全部都做到 例如说他分享的第一个习惯叫做主动积极 光是主动积极这一点啊 你思考一下身边的亲朋好友 有哪一些人是你觉得他们超级主动 特别积极的呢 我相信你现在脑中应该就开始划分 甚至淘汰掉了一些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成功说来容易 真正要做到却不是那么的简单 因为这七个习惯几乎就是一块一块的淘汰掉大部分的人 就有点像是去无存经之后 拥有这七项习惯的人就真的是仅存的精英 那他们自然有机会成为更容易迈向成功的人 因此呢 我相信当你养成这七个成功人士必备的习惯之后 你在做人生规划时 就会更有概念的去设计自己未来的目标跟方向 那你达成理想生活的几率自然也会提高咯 第二本要介绍的书是原子习惯 这本书其实是在2019年就上市了 那那时候我听了很多人的推荐 却一直没有找时间很好来拜读 那是到2020的年初 我读完之后才真的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它是一本极具科学理论 但是又非常好懂好读的书 那我也认为无论你自己的年纪背景性别或专业是什么 这都是一本必须要读的书 因为这本书的核心是在告诉你怎么样去养成好习惯 还有戒掉坏习惯 老实说我觉得这些内容啊 我们其实或多或少也都听过 可是呢 作者詹姆斯克莱尔是我见过可以把这些习惯建立的过程 讲述的最清楚 最好懂 而且最容易执行的人 例如说呢 他在书里面有提到行为改变的四个法则 分别是提示 渴望 回应 跟奖赏 那他确实呢 就在书里面一一的解释 要怎么样逐一的去设计 你想要养成习惯的方式 跟戒掉坏习惯的方法 就连我自己在制作我之前的课程 Dream to Go的时候 我也参考了书里面的许多内容 然后当有同学问到我说 要怎么样戒掉自己玩手机的习惯呢 或者是在家工作一直分心该怎么样调整的时候 我都会直接跟他们说 你先去读原子习惯 你读完 而且跟着书里面的方式照着做一阵子 如果还没有改善的话呢 我们再一起讨论 但是通常都已经改善了 所以这本书真的就是如此的好用 我自己也非常推荐 你可以把这本书放在床头边 或者是办公桌前面 然后随时都可以拿起来 再翻阅 再复习的书 第三本书叫做 《生人心态》 它比较不像是原子习惯这样的工具书 这本书比较像是第一本 于成功有约 比较启发性的书籍 那如果要用一句话去贯穿整本书的主轴 我觉得它就是在讲说 要怎么样去训练你的心 而且平静 有目标的 过着每一天 我个人其实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可是以一个没有任何宗教取向的读者而言呢 我觉得这本书读起来算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甚至你合上这本书之后 你还是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所以啊千万不要因为书名就以为 这是一本与佛教或道教有关的书籍 它的内容里面是有相关的概念 但是它绝对不是一本在传教的书 那我为什么会想要推荐这本书呢 因为我发现很多在事业上拥有一定传就的企业家 都会有自己的信仰 或者呢会在业余的时候开始接触 像是道教啊 儒家啊 萨满或者是僧人方面的思想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商场上的成就 其实说来都是身外之物 尤其我们大部分的人不可能 永远都是一帆风顺的 就连看似最成功的那些企业家 或者是伟人都有自己的struggle 而很多事情是 尽管你再怎么有钱 再怎么有资源 都不一定能够顺利解决的 因此我觉得我们不能去控制外在的因素 但是你永远都可以调整你自己的心 还有看事情的方式 所以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类型的书籍 它可以去拓展我们观看的方式 也许现阶段的我们就真的只有一到三种看事情的角度 那透过不一样的哲学精神或者是信仰 或许呢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好方法 那如果说真的没有这些方法 我们至少也可以知道要怎么样去放下 如果说真的放不下 我们也可以去学习怎么从中找到不一样的思维 或者是找到值得感恩的元素 这本书的作者杰谢蒂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他有趣的地方在于 他其实是一个在讲行销策略 还有心灵启发的podcast主持人 他以前呢也是在商学院毕业的 但是毕了业之后呢 他反而是选择出家 他到印度的孟买去做了三年的僧人 那因为有实际修行的经验 所以这本书读起来就有一些他的故事 跟有特别的韵味 尤其呢 他会在每一个章节的后面 带你做一些有趣的练习 例如说如何呼吸 如何内观 如何唱颂等等 那这些呢 都是僧人的daily practice 或许呢 慢慢的我们就可以更发觉 自己内心的声音 做出对当下而言更好的决定 如果你想要打造一个不被地点限制的个人品牌 或者对经营自媒体感兴趣 我们现在开放了一套四天的免费线上课程 在这四天里面呢 我每天会用约十分钟的影片 和你分享经营品牌常见的错误 品牌变现的方式 以及如何打造热情 创造价值 如果呢 你想要领取课程的内容 请在网址上输入 coeyk.co 斜线 bylmini 输入网址就能够进到课程的申请页 那我们课程里见咯 第四本书的书名呢 是读懂一本书 这本书的主轴其实就跟书名一样 是在教你怎么样真正的去读懂一本书的精髓跟重点 那无论呢 你是喜欢从头看到尾去读完一整本书 或者呢 你是喜欢快速的阅览挑重点观看 这本书呢 都会告诉你要怎么样选对重点核心 并且真的将书内化进自己的知识库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本CP值很高 而且不会太深奥 但是干货又满满的书 例如说呢 它会告诉你怎么样带着目的去学习 怎么样走进沉浸式的阅读状态 怎么去画一本书的思维导图 让你呢 不仅可以看懂这本书 你甚至还可以知道要怎么样说这本书 让自己看得懂 让别人也听得懂 那我为什么会特别选这本书做推荐 是因为我相信呢 现代人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接触大量的资讯 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 我们就要将自己的逻辑架构建构的更加稳固 才会知道要怎么样去挑选更适合自己的资讯 还有更适合自己的消化方式 这样呢 我们之后去看书或学习才会更有效 更有意义 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的知名读书会 凡登读书的创办人 凡登 那自从我看了这本书之后呢 我也加入了凡登读书会 我真的觉得凡登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 他讲书的速度很慢 而且他经常是一本书讲一小时 一刀未剪的呈现 所以我就在思考 为什么一个大叔可以这么有台风魅力 一字一句都启发着你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跟效仿的对象 我甚至也觉得这个读书会 他特别适合邀请你的爸妈或者是长辈来加入 也许因为凡登他本身就是一个中年大叔 所以呢 他很常会分享一些教育啊 或者是父母关系 亲子关系 沟通类的书籍 所以我觉得他讲给爸爸妈妈听是更有启发性的 因此如果说你想要在新的一年 可能开始跟爸妈有一些不一样的话题 有一些不一样的相处方式 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凡登读书会 因为他也真的改变了我的观点 并且持续在改变我的人生 第五本要分享的书呢 叫做习惯致富人生实践版 他是之前非常知名的畅销书 习惯致富的第二集 那他是一本理财书 可是呢 他是一本非常有趣的理财书 因为他里面并没有特别多的方法 或者是干货 反而整本书很像是看小说 他书里面的主轴呢 是由爷爷跟三个子孙的故事 所带出的一个故事情节 读起来的感觉会有一点点像是 富爸爸穷爸爸 或者是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 他里面的故事感很重 而且很幽默 蛮好笑的 浅显易懂 并且直接明掉 我甚至也觉得这是一本 非常适合当作床编故事的书 去念给小孩子听 他读起来一点也不吃力 而推荐这本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一直都认为人生的财富 绝对不是金钱 但是人生的财富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都需要花到钱 而我也发现呢 当我们有自己所引发的财务问题时 通常呢是由两个主因造成的 第一个是不良的生活还有消费习惯 第二个是在面对重大决定的时候 做出了不适合的财务决策 如果说呢我们有不好的购物习惯 那他可能会积少成多嘛 他会让我们开始出现一些财务的状况 那如果说我们在投资 买房 结婚等人生重大事件时 做了比较不好的财务决策 我们后续呢可能也必须开始背负起 其他的财务问题 那这本书呢就是针对以上这两种状况 生活习惯还有人生大事去做文章跟做故事 因此这其实跟你我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读起来呢也会特别有共鸣 以上呢就是我在2020年所读的五本好书 那帮你统整一下 我觉得你可以先去看读懂一本书 去学习读书的方法 读完之后呢你去看原子习惯 去了解改变行为的原理 然后再去读与成功有约 你可以找出书里面提到的七个成功人士的习惯 再利用原子习惯里面的方法 去套用在生活里面试试看 接下来呢你可以去看僧人心态 为自己增添一些新的视角跟观看的角度 最后呢你可以在茶余放后的时候 看看习惯致富人生实践版 去重新检视自己花钱的方式 那最后呢我在节目里要公布的惊喜彩蛋 就是我也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啦 这本书呢我是在2020年的年初开始动笔的 经过将近一年的偶心力写 现在呢已经上市到各大书店通路 书名叫做工作必须有钱有爱有意义 如果说呢要用一句话来贯穿整本书的主轴 我觉得这本书主要呢就是在和你分享 怎么样去把你喜欢的事情做成事业 成为一位斜杠者或者是创业家 这本书里面集结了我的个人故事设计思考 还有个人平台经营的一些知识 那我自己认为它是属于大约六成心态故事 四成干货工具所组成的一本书 汇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一定都会在人生中的某个时期经历所谓的摸索跟迷惘 这个经历可能不会只有一次 有的时候也可能不止一年 那在面对这些生活的疑惑或者是无力的感觉的时候 我们往往都是强调 哦只要努力熬过去就会好转 可是现实中的很多情况是 不论我们再怎么努力都很难去改善 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或许就可以去思考其他的可能性 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职业选择 这本书呢是从占据生活中最多时间的工作所切入 我会和你分享我把兴趣变成事业 而且赚到满意收入的心路历程 我也希望这本书可以真正的去帮助你打造一个 让你迫不及待想起床工作的理想生活 因此呢我非常开心这本书的诞生 它花了我一年的时间撰写 而它也真真实实的改变了我的2020 那我也希望呢它能为你带来一些收获 为你带来一个有钱有爱有意义的人生 以上这几本书呢 我都放在博客来和左边茶水间的书单专区网页里面 记得回到原文去领取我们的专属优惠折扣码 那如果说呢你想要买书自看或者是送礼 也可以多多利用一月的书展黄金月 来抢到现实的优惠折扣哦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 如果说呢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有任何的想法 我都非常欢迎你回到我的网站 或者是到Instagram上面找我 我的网站网址和IG的账号一样是 你可以截图这一集的节目并且分享到你的IG story上面 take我 让我知道你有在收听 让我知道你的看法 最后的最后呢 我知道你是非常忙碌的 我也知道呢你可以选择去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你却选择来收听这一集的节目 我真的真的非常的感谢你 现在呢我也想要花一点时间跟你说 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 你有权利也有能力去过你热爱的人生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